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日跟大家讲讲港车北上这个政策 对于商铺有什么影响 其实港车北上大家都知道 一直有好几轮的抽签 不少的香港市民都抽中了 亦都开了车上大陆消费 这个影响所及 其实预计得到 新界的一些民生店铺会受影响多些 因为大家知道港车北上 唯一通道就是港珠澳大桥 而最靠近港珠澳大桥香港入口的 就是屯门、元朗、荃湾一带这些地区 预计尤其在周末 应该有不少可以北上 开车上去消费的人士 都有兴趣上去消费 问过很多朋友 北上消费多数会绑衬什么行业 第一当然是饮食 因为国内很多美食都比较特别 未必是香港经常可以吃到 第二可能有些女士 喜欢按摩摩摩摩摩摩 或者做美容化妆 甚至喜欢开车的人士 可能更加开心 你开车上去 帮车道磨 现在我听朋友说 香港道磨可能要2万元 但问过可能珠海那边 可能是5、6千元 7千元都有办法搞得行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吸引力是大一点 入下便宜 还有汽车维修保养 汽车美容化妆 都会有 另外也有说到 回程会不会顺便去超级市场 买一些食材 买一些家庭用品回来香港 如此种种都会对香港 有部分的行业类别 是有些微影响的 当然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大部分做生意人士都有评估 北上消费可能在周末 就会消化了 可能是5%到10%的消费力 对于店铺的租值来说 当然都有少少影响 但不同行业类别 都会一路进驻开铺 估计下半年 即是通车之后 新界民生区的铺位 可能在租金方面 都会是平平稳稳 不会有一个太大的跳升 甚至无可能个别的一些地区 餐饮、街市铺 可能有些微的下调空间 但对于市区铺位影响 就完全不大 大家可以放心 今集跟大家分享到这里